这几天这个四川这边在下水 我们来到了四川卢州的永龄河 今天看的这个洞是在巡洋上的半山腰 然后我们从这个人家库这里走进去 再把门给关上 看这是离去下了三天雨的一个极座 前面还有一个八家树 从这里开始进入洞序了 开始爬过一段荆棘的丛林 这很久没人走了 所以连草的宝都给长风了 现在来到了洞口的边上 这是一条战道 这个战道的尽头 就是我们今天探索的龙群洞 这个洞以前听说是也准备开发成景区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最终开发到一半 后来就不凉点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密道 现在来到了第一个小洞口 它可能是跟上面的那个大的洞口是联通的 走到这里 它很凉快 这个铁门 现在这会儿就很凉爽 出来这个洞口 阳光这阳光透过这道铁门扫进来 这里有种事全部被人给敲过 看里面 印的阳光 直射动力 这应该是挖的地道 看这里 看这里 人工哪七的石头 哇 好像来到了石林 洞中石林 这里是西洋人工吗 我们听到前方有水声 这水声还不小 这里的洞窗 全是这种白色的 石不沉浸 这很一个淘心的洞窗 应该是个泄水洞 这洞还是挺平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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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这边是暗灰 这声音很大 看这料洞的中二石 白色的 这是个笑人 这下面就地下河了 哇 这里这个洞窗 真大 看上面 全是这种白色 上面的第一水摊石 我这个地道钻过去 这才有四个 1994年到此一游 哇 这里挺重观 挺白色的 看一下这里有地下暗喉 好 浪尼的梯子可以下去 从浪尼可以下来 看过这个鼓尼门 实际而上 这应该是在 知情县 准备把它开放出来了 但是呢 有一种种原因 没有开放 看这个动机 没有开放 但是呢 我看这个动机 可以 我看这个动机 抹抗 好 但是呢 我看这个动机 更加一点 我看这个动机 可以不够 再来 看这个动机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继续探索手动刀 因为迹象会太大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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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